2014年國際青四年足球要請賽 在4月1日到4日舉行 而太陽飛馬U14 能夠打入比方賽事的碟賽決賽 對手就是來自日本的高企 太陽國際體育會總監兼太陽飛馬 令隊兼總教練Carol Sir 也專程到場為一眾小將打氣 兩隊當然先禮後兵 在賽前同一眾主角的嘉賓 亦能搭照留念 川內環的三個當然是太陽飛馬 而白色三個就是高企 兩隊球在分場賽曾經抱頭 當時高企異疑比1贏球 不過今場開球不久 太陽飛馬就首先出入攻勢 于揚開了自由球 王俊濠頂到 可惜球沒力氣 被手當門接散 分場賽後曾經擊敗太陽飛馬 高企球員的信心不自然更加強 這次禁錄射門便儲便出界 繼續都是高企的攻勢 今次左路壓落底線 入入禁錄後推回大位起腳 幸好徐仲天陪防山出的球出底線 雙方今場互有攻守 梁子奧這下邪傳 差點為隊友製造盲門的機會 但對方門將出形快 救出列球球 高企門將友好表現 太陽飛馬門將烈日河 同樣友好得出的表現 這次的封位擋出對手的近射 繼續是高企的攻勢 今次的角球大家都漏了 高企球員比較發穩的球 立即離開射門 但又太靜被烈海逸接受了球 上本場的尾段 太陽飛馬多了截自由球的機會 但魚羊不能夠命中目標 上本場雙方匯防紀錄 下本場 太陽飛馬繼續搶到不少攻勢 梁子奧照應對手的回傳 可惜射中對方的守衛彈擊底線 雖然這場賽事打後懷 但魚羊的射門力相當強 這次離門30秒開外射門 力度一般的 打彈地被對方門場接散 去到完場前幾分鐘 高企獲得自由球 首先射門還未彈出 太陽飛馬以為打彈不死 但高企球員在甘區邊 載了942入網 就是憑著這個入球 擊敗太陽飛馬奪得結場冠軍 謝謝 謝謝